講完本書收台 昨天第六章那一部分 陷落之後全部講完 這個又生一章 第七章 日本第三 現在開始 信封因為傑兵而變硬 2001年的冬天 他就在我入住的東京住家的雪櫃裡面 清秀的字跡在信封上面寫著 貓的錢 裡面是三張很新速速的一萬日元紙鈔 約折合當時的250美金 這封信是之前住在這裡的人留下 這間屋是坐落在東京中部 東北澤的中高級區 附近一帶都是一些巷 收剪成動物形狀的蟲樹 和一些沒有圍牆的住屋 有時居民外出到周末 就會請鄰居幫忙照顧貓 這些錢就是在他們外出的時候 用來用在貓身上 關於貓的錢我想到兩件事 第一是東京養寵物是有多昂貴 很多生活在首都的人 即使應該是一些很結局的時期 但都依然用錢依舊不守餘 當然因為住在很多藝術家和作家 而知名的高級區東北澤 不屬於典型的東京生活水準 經濟更貧困的地區就更加不用說 但我那時對於一般民眾 例如秘書、學生、電話接線生等上班族等 願意花大量的鈔票在一些奢侈品上面 感覺相當驚訝 有些人似乎很樂意回每人兩百美金 吃一頓精緻的餐點 或者以每間房間每人四百美金 去住溫泉度假村 LV等CH品業者 就在這個國家大賺其錢 小姐們都願意排隊排幾個小時 即是為了買一個價格很高的袋 當然這些花費只可以 如一為之 太多日本人永遠都買不起這些貴的東西 包括越來越多的失業人口 靠微博退休金過生活的人 或者是窮亡族 日本人的貧富差距就越來越大 即使是如此 儘管我在所謂嚴重不景慶的期間來到這裏 很多日本人還是好像很有錢的樣子 一位從北英格蘭來訪的國會議員 見到東京燈火通明 以及大批人群在雞湧的餐廳和酒吧外面等候 有敢而發地說 假如這些叫筆景氣 那我也要 我想到第二件事就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更重要 雖然貓的錢被亡在放在一個雪櫃裡面 但其實在增值著 由於1990年代中以來 通貨緊縮令物價上揚不容易 這些新速速的鈔票在雪櫃裡面 越放得久 就能夠買到越多的東西 假設某個人在1995年 將10萬日元放在雪櫃 到2012年 這10萬日元的購買力就高過 11萬2000日元 相對之下 如果將各一筆錢 投資在日本股市 價值會腰斬到剩下5萬日元 到搬到東北澤那時候 日本一般的儲蓄存款利率 低到只有百分之0.01 因此雪櫃變得比金融區的銀行更加理想 因為放在雪櫃裡面 不用花費提款的手續費 或者管理費等等 好 講到這麼多 明天再說 好 明天再玩 明天下午可能來玩BD